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Fuel Cell 它是一种发电的装置 它不像一般的非充电电池一样 用完就丢弃 而它也不像一般的充电电池 是用完需要继续充电 燃料电池正如它的名称一样 是继续添加燃料来维持电力 而它需要的燃料是什么呢 可以是氢也可以是甲醇 它之所以被归类为新能源 它的原因就在此 譬如说我们有看到 以燃料电池为动力来源的这种汽车 目前正一步一步的在开发使用当中 那燃料电池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在1839年由英国的物理学家 威廉·格罗夫他制作了第一个燃料电池 而且燃料电池的首次应用 就在美国国家航空级太空总署 它在1960年代的太空任务当中 是探测器、人造卫星和太空舱 提供电力的一个来源 那燃料电池的原理是什么 单一颗燃料电池它只能输出 相对比较小的电压 大概只有0.7伏特 比伏打电池还要小 所以呢燃料电池大部分是需要串联的 或是用一组的方式来制造来增加电压 配合应用所需要的需求 同学可以搭配这个图示 如果我们以氢当作燃料的这个 燃料电池的一个反应物之一 你可以看到的是在负极 也就是阳极失去电子这个部分 是氢气放出电子产生了氢离子 那么在正极这个地方呢 则是氧气 它跟这个氢离子作用 接收电子而组合出水 因此我们发现 全反应跟氢气的燃烧是很像的 其实呢这个氢氧燃料电池 氢氧燃料电池的点子 也是来自于电解水的一个逆反应 通电到水里面 可以让它产生氢和氧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氢跟氧作用 而放出电流呢 这是当初燃料电池开发的时候的 一个创新的一个想法 由于燃料电池 它是利用氢跟氧的化学反应 产生电流以及水 你注意到了吗 它的产物是水呢 不但完全污染 也可以避免传统电池充电耗时的问题 它是目前最具发展前景的新能源方式 如果能够普及应用的话 对于我们目前的空气污染 以及温室效应 可能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未来的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扮订阅 转发 打扮讷